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都在打 李宗盛 有 廖慶學 有 陸忠耀 有 廖慶學 今天是你第一天報到 那你今天的工作是跟茶溝的弟兄 先去做側坐的部分 其他各領班將同仁帶到作業現場 注意安全 出發 有沒有聽到我今天要來做這個工作呢 非常的特別 這個工作是要當忍者歸 有沒有看到我後面的背 有沒有 勾一對 這個就是台北市環保局非常有名的 就是地下水道是他們來負責清理的 今天我要跟著這個大哥坐上這台車 然後要來去看看台北市的地下水道 可以上去嗎 可以 你要踏上去 目前全台灣的下水道涵蓋量超過六成以上 其中大多數集中在台北市以及高雄市 在這一個不見天日的下水道當中 清潔工作就得仰賴勾渠隊的隊員們 而他們在這個黑暗的湘潭當中 曾日與蟑螂垃圾為伍 浸泡在汙泥裡面請大家不要的東西 這樣的工作環境呢 是你我都料想不到的 要踩那個踏板 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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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要準備那個清我們的 第一個工作 這個第一個工作呢 就是清這裡的排水溝 這個是那個 這是那個 油脂 這是什麼啊 這是 這是油 這是油啊 是 這不是廢汙泥那些啊 不是 這是要怎麼清 我們這個管子 然後我們接下那個 這很清嗎 對 我們這是要直接用抽的就對了 是 在路面可以看到 呈現隔壯的鐵蓋就是側勾蓋 當大雨降下的時候 傾斜的路面會讓雨水 順利的流入側溝當中 在溝中 每個轉角處就有積沙池 地質較低的積沙池呢 自然而然的就會將泥沙 累積在這裡 一方面方便清理 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堵災 這裡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這個 油脂在這邊啊 因為這邊餐廳在這邊 所以餐廳的那個廢水 就直接排到這裡來啊 有的它是 它有出力槽 然後滑油就溢出來了 一般店家在清洗槽的後方 都會安裝油脂潔流器 主要的功能呢 是在清洗碗盤或者除去的時候 進行油水分離的動作 不過呢 今天我們來到了這個店家 因為生意實在是太好了 潔流器不服使用才會造成 油脂堆積在側溝當中 那你們這個多久要清一次啊 一年差不多兩次 那就是說因為最近是防汛期嘛 我們會加強去騎 因為最近的話就是有颱風騎 防汛期 對 防汛期 風胎要來 對 風胎要來 拜託一下那個餐廳 生意好喔 要花一點點錢喔 做污水那個處理一下 如果店家或是民宅 沒有做好污水處理 這些骯髒噁心的污水 就會透過收集雨水的側溝 運送到連接管 流入香含 含管裡 然後呢 經過污水截流 進入到抽水站 才入大海 這環環箱扣著下水道工程 如果在第一關就失手的話呢 可是會直接影響到海洋的 因此這把關的工作 可是相當重要 好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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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臭 好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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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個風口是直接往那邊 等於知道那個氣壓 都全部往那邊 還沒有翻角之前 這裡的味道已經是讓人 畢之為口不提了 現在透過強力水柱的沖洗之後 它的味道是更顯得酸臭 隊長說啊 雖然這一間店呢 有裝置油脂潔流器 但生意太好 又沒有適時的清理 以至於油污蔓延到了撤溝當中 這樣的情況呢 是可以天天開罰一千兩百元的 直到改戰為止 但這油污之多啊 眼看這分離式悉尼車已經滿了 側溝清潔的工作也只好告一段落 搭上車子 你的工作還沒有結束呢 因為勾取稅的工作 包含了路面上的側溝清潔 以及下水道當中 機械班以及人力班 總共三個部分 目前我只完成了一個簡單的側溝清潔 接下來等待的是我完全無法想像的工作環境 這摸摸一槍 我們等一下會開勾蓋的時候 先測氣體 裡面會測氧氣 可燃性氣體 易氧化碳 流化氫 這一台機器叫做四合一 可以測出這種 上面都有它的紙 超過的話 那個就會有聲響 就會嘻嘻嘻叫 這四合一的偵測器 主要是在保護清潔隊員的性命安全 因為下水道當中 常有不易察覺的氣體 可能會導致昏迷以及嘔吐的狀況 所以在進入下水道之前 一定要進行檢測 以確保大家的安全 有 我聽到叫了 趕快拉起來 我們今天不用工作了 沒有 可是這個有柿子可以看 這個 這個有毒子可以看 我們台北山這種是一定要測 但是 這個有毒子可以看 我看 等一下 你看 它等一下有最高毒子 對 最高的最高才這樣 所以都是安全值 班長 你就說不安全了 沒有沒有 這個紀錄在 不能騙人的 不能騙人 因為你知道 它的30 我們這才4而已 這連要偷懶都沒有機會就對了 這台檢測器 真的是很不給面子耶 也不配合演出一下 看著這黑暗的水沙 我的心情有點坎坷不安 因為呢 這是我未曾進入過的領域 秉習以待數分鐘 班長確定安全之後呢 這時候大家熟練的背起裝備 準備出發 好 那架構的時候注意安全 是 可以下去了 老師 好 說不定 好 慢慢來 你腳一定會踩穩 這身上背了太多東西 慢慢來 你的手抓踢 手抓踢 我們下來帶一個新的功力 我們一定是 這一代 叫陳沙子 對 陳沙子 我們普通的 我們在工地地點是沉沙池先做 做完以後才開始往韓館裡面 因為最主要的沙會余計在這裡 就如同側溝的概念一樣 下水道內有渡管以及側溝的匯路 在交接處就有沉沙池綠沙 我們下到沉沙池之後 接著路面上的隊員們 放下了送風管以及吸收管 送風管是導入新鮮的空氣 而吸收管則是最重要的清潔配備 吸收管是利用強大的吸力 將韓館底部的泥沙以及污泥 吸取至西泥車上 阿山給我吧 給我給你擦一下 要怎麼擦 這會吸下去呢 等一下再拿起來有鋪 小心 你的手不要拿到那個 這力量很大耶 你那個手不要拿到那個 它會把整個塗上去 你看它的 你看它的手 手會破掉 手會破掉喔 你的手套會破掉 好 小心 它那個力量太大了 它這抽風的那個力量很大 它會... 這是接一條一條管 否則我們是接一條 因為空間狹小 所以這一個工作呢 得跪在韓館裡面工作 這管很大 對 看這個 很大 不是它那個力量太大了 這有工夫耶 這真的不是我太肉腳 那吸力實在是太強了 就像班長說的 不是老資格真的不會操作 沒有經驗不但不會操作 還會影響進度 甚至啊 還有可能會造成危險耶 看著老師傅手扭的 控制這如大蟒蛇般的水管啊 我這一個新手只好在一旁 提提麻袋 裝裝碎紙紙 見點微薄之力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悉泥車就得休息五分鐘 讓污泥跟水分離 再排出多餘的水 減少車內的空間 這一個寒洞裡面的污泥 實在是太多了 要全部清除 這一車鐵定是不夠的 據大哥表示啊 清理這個寒洞 預估要花上一個月的時間 才有可能清理完畢 幹嘛 好 好 喔 這燒洞 這這樣快要動 他的空氣又把人爬到那裡 因為他這個現在的管子里面 都是空氣對不對 所以這力更大對不對 對 我們這個比較有爛的 這個比較有爛的 對 你看它剛剛這樣一抽的話 把底下的旁邊的那個 底下的那個汙泥 全部都抽完了 抽完之後 它的水位就會下這樣 你看旁邊這個 你看它的水位就下來了 等於是說底下的那個淤泥 都已經清出來了 很難想像 他們的工作環境竟然是如此 就好像是礦工一樣 八個小時的工作時間 幾乎是不見天日 與這一些泥泞為伍 做了18年的大哥 進清潔隊後 直接被分發到工學隊 並沒有選擇的機會 這一座竟然是18年 有沒有成就感 你看我們剛剛下來的時候 採的 地下採的 全部都是淤泥 現在被你親一親都比較乾淨 也是我們應該做的 也是我們應該做的 應該做的 對 不錯... 我覺得這個工作實在太辛苦了 我工作了那麼多 我覺得這個工作太辛苦了 他不僅要付出勞力 而且他要忍受那個環境上面的 那個錯氣 這個 大哥表示今天我看到這個環境 已經算是乾淨的 如果在菜市場或是夜市附近的寒冬 那味道會讓你三天想洗也洗掉 每當貨制要施工的時候 都會心生抗拒 但職者所在硬著頭皮也要做 其實這一般算是幸運的 有些下水道因為面積大 所以得靠十幾位人力 才能清潔完畢 憑藉著就是雙手萬能 我都可以拿起來也拿起來 班長你跟我說 我們現在穿穿好 你現在要下去去看什麼 穿好 穿土 穿土 不是用那個抽水機直接 像今天早上那個 用抽的就好了 有的溝不能抽 就要我們人力班來做 所以你們一旦 一人都要派一個這個湯 對 用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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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們熬 熬湯再燙回來 這底下的 全部都要用手工 這樣子人力下去 難怪有這麼多人 體力並不是 這一個工作唯一的條件 全憑著堅持 才能跟大家 大家在這工作當中 得到樂趣 不管年齡如何 大家可都是拼了命在做的 前輩蘇士國大哥說 舊式的下水道 從日據時代開用到現在 已經經歷了五六十個年頭 當年建造這下水道的工程 在台灣來說 可是一向創舉了 台灣的第一個地下水道 是日本人蓋的 對嗎 應該是日本人 日本時代的時候 日據時代 那邊下來 其實從那個地下污水道 就是地下水道 其實可以看出一個城市的發展 舊式的下水道內部呈現 圓口氣的 跟現在的方形不一樣 舊式下水道是將雨水跟家庭污水 共同會流成漁處 這樣不但造成清潔退圓 在整理上的不方便 更嚴重的是水源污染的問題 近幾年政府不斷地重新規劃 將雨水跟污水分流分層的方式處理 建造出更符合現在都市的需求 廖慶學 有 你現在去挑圖 挑圖喔 喔好 好啦我現在所有的那個配備都完整了 有安全帽 然後呢還有我的救命鎖 還有這個青蛙裝 我本來想說應該 裝備應該還要派一個什麼東西 對啦 那人那個對不對 海洋在床上 對啊 人那個什麼東西 人做過不是這樣 好 慢慢的下來 現在這邊已經有那個味道了 下去味道會更重 下去味道會更重 味道會更重 我先起來好了 三分鐘五分鐘你不麻痺 班長 有吵氣 快 有吵氣 沒有是臭氣啦 天啊 這裡底下那麼深喔 這裡底下好深喔 這最起碼呢 可以那個致詞 可以躲藏大概一旅的 那個阿兵哥在這邊 進到這深達三米的下水道 黑暗與悶臭的味道呢 鋪天蓋地而來 對於這不可預知的情況呢 雖然心裡有點惶恐 但好奇心漸漸地掩蓋了我的不安 因為眼前所見的 都是我這輩子第一次所看到的 班長 這桃怎麼那麼多啊 對啊 這裡有一個側溝都會排到這裡 然後所以... 所以他都會期待這個 因為多了一個我同意 頭都會在這裡 你看我們的這下水道 居然那麼大啊 這個還算小條 這算是小的 還有更大 可以容納那種 四台砂石車在裡面迴轉的 有那麼大 對啊 這下水道有四台砂石車 可以在裡面迴轉這樣子啊 眼前所看到的地方呢 只有頭燈可以照射到的地方 每走一步都暗藏著許多未知樹 而且這地下水道是深不見地 牆上面 哎唷 全部都是蟑螂啦 那邊啊 牆壁那邊啊 你看 喔 牠要飛起來了 都蟑螂 你看 都都是蟑螂 不要嚇壞了 有沒有蝙蝠啊 蝙蝠很少啦 我有遇過一次而已 真的 還有遇到什麼 然後之前他們說有遇到鱷魚 鱷魚 真的還假的 一是鱷魚 一是鱷魚喔 鱷魚呢 鱷魚有沒有 鱷魚啊 鱷魚 鱷魚也有喔 那蜜蜜麻麻的蟑螂群 讓我是看得心驚膽戰的 班小說下水道當中的景象 不只是這樣 垃圾跟雜物是家常便飯 可怕的是有些老房舍 為裝置化粪池 家庭沸水與黃金 更是排入湘寒當中 面對這樣的情況 大家也都只好忍著臭味 完成工作 但他們的工作卻不只這樣 當年為了四隆的整齊 移至下水道當中的電纜線呢 密密麻麻的程度 猶如蜘蛛絲般 如果遇到了大水來的時候呢 電纜線自散 到時候又變成了 溝渠隊員的另外一項工作 下水道工程的話 最早期是哪裡你知道嗎 就是在羅馬 你看那是已經是西元前七百年的時候了 憑見這個國家是不是現代化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呢 是要憑見他的這個地下水道 他的污水處理到底處理的狀況是怎樣 你只要這個地下水道越普及的地方 通常這個國家代表他越進步 你像巴黎有沒有 巴黎的話他是這樣 一層一層一層喔 巴黎的這個污水是屬於污水的 然後呢 我們像我們這個的話呢 這是雨水的對不對 雨水的話 他又是屬於雨水的 又另外一層 然後呢 還有這一個 電線的 電線的呢 他又屬於另外一層 比如說你要用Cable線的話 Cable線有屬於自己Cable線的管道 巴黎的這個地下啊 比那個地上呢 更加的繁雜 因為呢他們還有一個管道呢 是什麼你知道嗎 從議會呢 直接弄了一個管道 議會只要審理法案的時候呢 把這個法案的內容呢 直接透過這個地下的輸送帶呢 就可以輸送到他們要的地方去 這有夠厲害耶 看不見的下水道 代表一個都市的進步化 全球各大都市 正積極地建造龐大的下水道系統 尤其丹麥的下水道涵蓋率 佔了98% 是全球之冠 日本的東京呢 更是建造了一個 15層樓高的下水道 這樣的建設 可以讓海水道冠的時候 不至於淹沒東京都 由此可見 下水道工程的重要性 坎町 坎町 我還是跟你去窩囊節喔 坎町 我感覺這邊怪怪的耶 這邊好像 這邊怪怪的 這個一個人走在那個地下水道的時候會怕耶 會怕耶 你如果自己一個人你覺得怕 怕很難 對啊 他聽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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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險工作也該告一段落了 我得趕緊回到工作崗位上跟弟兄們一同打拼 看著大家這股的拼勁一點都不敢怠惰 扛著我的鐵桶立刻加入這一群弟兄的行列 黑暗的香盤當中 水流聲音似乎是唯一的配樂 反覆的殘土動作跟鐵桶懸掛的撞擊聲 點綴了這個不見天日的弟弟 清潔隊員奮力的挖取這堆積如山的污泥 一桶桶一淡淡緩緩的運送 為這黑暗當中的工作 賣力的增添自己的良心 之間一分一秒的過去 腳底下的汙泥也緩緩的清除掉了 看著大家認真敬業的神情 這工作不再是我想像當中的勞累 因為有這一些人一同多做 我想再多的勞累也都值得 有一句成語講得非常的好 台灣的理語叫做 大師不討厭 你看 我如果這樣都不會出去討厭 不過我發現現在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這採在排水溝這裡面的時候 現在已經採不到泥巴了 因為已經... 我們已經把它清過去了 已經把它清過去了 不然剛剛這個下水道一下來的時候 一搭下去的時候 那會不難行 沒有錯 那個泥巴已經到這邊了 現在都...你看 都乾淨了 都乾淨了 都可以簡單這樣走 本來就這樣一搭下去了 經過了幾個小時的努力 踩在腳底下的 不再是讓人寸步難行的泥巴地 現在是踏實的 安全的 一天的工作結束了 收拾好工序 終於可以見到陽光了 哇 外面的世界太好了 外面的空氣好新鮮喔 要大大的吸一口外面的這個空氣 道下道下 不是為我鼓掌而已 我跟你講要為他們所有的人鼓掌 你知道嗎 這些人呢 全部都是勞苦功高的 你知道他們在那個暗無天日的 那弟弟的那個寒洞裡面 這樣子工作 你看外面的所有的人 正享受這... 外面的新鮮的空氣的時候 有一群人呢 是在底下這樣默默的 在那邊奉獻住的 哎唷 班長 感謝你 感謝你 隊長 你也來了 謝謝你今天的辛苦 勞力班也做了 勞力班也工作了 然後測溝也幫我們清掃了 那本來我們薪水是沒有當天花的 那特別為了你 我們今天特別準備了現金 我算是那個半日工薪啦 好 謝謝你... 謝謝 感謝... 我今天呢 賺到了這六百塊 這六百塊錢呢 我們也會捐給相關的 失業社福團體 是 那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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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賣命在賺錢耶 這怎麼有好賺啊 你不看人家沒好賺 財富怎麼我都賺了十幾年 你好像很了解喔 開玩笑 我做這個行業做二十一年了 原來這位西裝筆挺的大老闆 竟然是洗創界的老前輩 從事這一行呢 已經有二十一年經驗的他說 全台灣跟他一樣 從事清洗大樓的師傅呢 只有一千多名 今天呢 我也將成為他們其中的一員 我告訴大家 因為那個製作單位 說今天要來洗窗戶呢 我昨天晚上就已經睡不著覺了 因為我有去高增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應該是比較高的 我比較有法度 你要賺那麼多 你請我們的師傅年薪百萬 這要付出的 等一下 老闆啊 清洗大樓的工作 竟然可以年薪百萬 那我當然是有興趣啊 不過前輩啊 真的有那麼好賺嗎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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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百元 年薪 沒有啦 年薪 一百 破百 年薪 大概基本工資啊 一百... 現在基本工資是一萬八嘛 對 一百八十萬 那長官我是多少啊 你通常來講進來的話 如果我們一般住手來講的話 是在一千五 對啊 到一千六 你來我一千六票 對啊 六六大孫 一千六 不好意思 我先來這裡 等一下啦 他沒救 不會啦 這樣沒救 你一個勁你這麼多 那個賭性命 沒有啦 你會聽你的話 怎麼有賭性命 請再說一說 好啦 我改 前輩們告訴我 這工作除了要花時間學習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經過政府單位 為期一週的安全知識訓練 以及考試取得症狀 一開始的薪水呢 是以月薪三萬五來計算 在一年之後呢 就可以用猜賬的方式 跟公司合作 所以我想 要領上這麼高薪的話呢 我可以得家加油了 等一下 我要來老婆 我要來先放到 沒有 這個狀況 我們通常怕渡到 他來的時候 就說要穿丟車 丟車一百萬 就八到兩樓 就說他要來放到 人家怎麼沒看 哎唷 天啊 出這樓你也不是老實的啦 但是你不用怕 你不用擔心 我告訴你 之後你就不會怕 好嗎 這樣可以嗎 我洗到三樓就好了 現在我講話已經都不清楚了 這該怎麼辦才好 雖然這是我的工作 但是要克服高度 實在是太困難了 並不是我大驚小怪啊 因為在高空當中 只有簡單的幾條繩索 真的可以保障安全嗎 實際上呢 這邊是一條鋼鎖 然後呢 這條是什麼 這是電線 這個電線 這個電線 這個不具有安全效果 再過來來看一下 這條是什麼 這是救命鎖 這是救命鎖 對 叫名叫這個啊 對 沒錯 然後呢 再過來這一條呢 水槓 這條是水槓 這一條呢 也不具有任何的安全作用 然後再過來呢 這條是 鋼鎖 鎖 這個也是洗窗台的鎖 所以呢 真正整個呢 能夠保障我們安全呢 只有三條繩索 一條呢 是左邊的這個鋼鎖 右邊的鋼鎖 然後呢 還有中間的救命鎖 不好意思 交給你我先來走 這三條鎖而已 你要叫我按在上面 我替你... 我替你... 這鋼鎖一吹 這樣又流下來了 這... 來...來...你怕什麼 老闆看你說得很輕鬆 但對於第一次上高空的我啊 這是需要相當大的有氣財心 不是你三言兩語 簡單帶過就可以安我的心喔 要这样的一个吊声来讲 包括我们人这样上去 那个总载重大概在300公斤上下 所以最起码可以载上三个人 没有问题 没问题 比如说我们以400公斤来算好的 那我们8000公斤除以400公斤 它的安全系数等于是20倍 是 你想想看嘛 好像一个大人在抓小孩 这很轻松 讲得好像是老鹰抓小鸡般的轻松 虽然这钢索可以承受人跟吊龙的重量 但我还是没有办法安心 老板看着我满脸无疑 只好再让我看看合格的标志 有效期限到100年的3月28号 这是吊龙检查合格的标志 吊龙是承载外墙清洁员的重要工具 为了大家的安全呢 很多必要的检查以及保养是不能省的 谢老板说公司一年的机械维修费用 就可占了总营业额的两层之多 你赞福气呢 我带你带一个十几年的师傅带你 你还有什么人再说对吧 你十年都没怎么啦 没怎么啦 都没怎么 你老婆呢 老婆呢 有人敢嫁给你啊 那她的胆子比你还要大 赵师傅说刚踏入行的时候 家人因为担心而极力反对过 但看到公司相当的着重于安全 渐渐的呢 也从反对到支持认同 虽然话是这么说的 但是也得对得起家人啊 这保险呢 保险我们公司都有保 保多少 保三百万 三百万而已 那太久了吧 你在外面随便保一下都有两千万呢 一刷一下信用卡都有两千万呢 旅游意外险都有两千万呢 有什么仅仅三百万 而且公司保险人家 最高就是三百万 我公司有帮他保 有吗 我们公司有保吗 好啦 我们公司保多少 三千万 不好意思 你保太高你也用不到 保太高你用不到 好 没错 在一般人眼睛正是高危险的工作 保险公司相当不愿意承保 就算是承保了金额也不高 要如何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 就是依赖机具的保养 以及安全检查 这有点吗 哎哟 好可怕 我们要尽量不要去扑到前面的山岸石 天啊 这个会晃动耶 它这个 它这个笼子虽然很安全 可是 这洗装台它会晃动耶 不行 我觉得这个会怕 这个会怕 这个会怕 轰隆轰隆地卷线气声 吊龙缓缓地升起 看着地面离我是越来越远 说真的 这 我现在已经不敢往下看了 我们现在的高度应该是四层楼而已 这是几层啊 差不多四楼 四楼 你刚开始的时候都不会怕吗 刚开始都会 一定会怕 那你干嘛还要做这个工作啊 这不是很危险吗 因为这个工作比一般薪水还要高 可是它这个真的是赌性命啊 也不见得啦 因为工作安全 因为这个工作是在靠近的地方 离开地面之后 才发现自己真的非常的渺小 当人在无法掌握的情况之下 那种恐惧的感觉啊 是越来越重 天啊 这个会晃动耶 现在有八楼 八楼 这就好像廢楼而已 我们现在要从上面开始洗下来 对 所以我们一直要到27楼 对 到27楼 好 那你要赶快一直跟我讲话 我现在不敢停下来 因为 我一停下来的话 我一探的话 我就会害怕 吊龙渐渐升起在高空当中 台北的美景 尽收眼底 但因为紧张的心 让我无法享受此时此刻的美景 到底里面有没有人啊 有 里面有人 里面有人啊 真的有人 我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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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我看到不该看的 不可能 那个老板跟秘书 那个老板跟秘书 怎么可以在那边做坏事呢 你不要动啊 下来一点 你不要动 OK 好 因为脚底下腾空的那种不踏实感 我担心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了 一下子担心一阵风刮来 这吊龙安不安全 一下子担心工具掉下来 会不会砸到人 看似简单的洗窗动作 此时呢 我的手上显得相当的笨拙 赵师傅说啊 他们一天呢 可以洗上上百片的玻璃窗 每一片窗户呢 要控制在几秒钟之内就要完成 因此快速清洗是很重要的事情 这为什么都没有其他方式 一定非得要靠人工这样子洗啊 因为外墙有许多的石角 是机器无法达成的 所以连全台湾最高的101大楼外墙 也是利用人工来清洗 一年开标一次 每年大约得花上600万来清洗外墙 这么大的面积总共得十组人马来轮流 每二次层楼设置一个吊龙 就这样从顶楼洗到一楼 等洗完已经花上了三个月的时间了 当他们落到地面的那一刻 又得再度攀到顶端 进入云雾当中工作 脚脚有得快的 你看 它在右边边 右边要来看 所以刚刚边没有使用 对 高空工作并不好玩 在没有屋檐的遮蔽之下呢 每天必须承受日晒雨淋 而不断重复洗抓的动作 唯一的乐趣呢 只有看看蓝天跟白云了 但曾经也有过窝心的事情发生 有 也比较好他们会送饮料 真的吗 就会很辛苦啦 还挺有的 真的耶 我觉得那个以后啊 所有办公室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你要是看到那个大楼的外墙 清洗师傅的话 其实蛮不错的 应该要把那个窗户打开来 让那个请他们吃一下那个饮料 请一下水果 请一下便当 但是呢 要记得先跟他们敲敲窗户 不然你这样一打开来 你如果站在那里 那不就垫下去了 对吗 在闲聊生当中呢 我紧张的情绪也渐渐的退去 但是呢 因为我这菜鸟的关系 拖延到了工作进度 现在得加紧脚步 去清洗其他的墙面 好在这里有轨道可以轻松移动 不像其他的大楼 没有轨道只能夹在女儿墙上面 每一次要移动的时候 就必须拆除机具 才可以完成 现在有了这轨道 时间缩短了许多 感觉也安全了许多 好 我们现在呢 刚刚已经把旁边的 那一整片的玻璃洗完了 现在呢 我们要洗另外一侧的玻璃 跟刚刚的那个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 刚才这样起来的时候呢 脚手会刷 幼儿章要刷出来 现在呢 我下来后呢 自己都放了 欸 机长 麻烦开稳一点好不好 我觉得最可怕就是 在这上升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就会发现 那个地面离我们越来越远 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以后 你习惯了那个高度以后呢 你就可以克服那个恐惧感 赵师傅说 其实人到一定的高度之后 就不会恐惧了 视觉观感其实差不多 哎 说成这样 我还是怕怕的呢 其实还是会怕呢 哇 没想到 奇怪 我怎么觉得 再去到外面那么坏 现在怎么觉得 再去到外面那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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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我神经质 还是风变大了 钓龙似乎晃得比早上还要严重 就在这个时候啊 赵师傅想起他的特殊经验 钓龙本身有这个鸡脏 对 那个比较轻 然后它那个风大 还有鱼的是不是有转两圈 你说转一圈是怎样 转一圈 为什么会转一圈 就是风大 它就是就是会绕 它有个风是绕绕的 然后这整个台子 就这样子转一圈 那转一圈怎么办 转一圈 就没吃了 就是没有装滑东西 再把它转回来的 对 它就是把它转回来 没有翻掉吗 不会翻 它只是转圈 再转回来 这么惊险的事情 你说得这么轻松啊 虽然这种事情不常发生 但只要一生发生一次就好了 铁定是一辈子 怎么忘都忘不了的 它会移来移去 这好像在做那个荡丘圈 听说以前你知道吗 以前摔到以前的时候是怎样 两条松子钓在半空当中 用一个木板呢 对 钓破松子 对 那更危险 这实在是很难想象 我人站在这么安全的吊笼上面 身上扣着救命锁 但我还是有种不安全感 那以前洗外墙的人 却只用了两条绳子 一根木板来清洗外墙 安全措施是这么的不足 那不是在拿命在等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 做这个行业啊 刚退伍的时候 刚退伍是因为这个薪水高 想来试一试这样 坚持下去的理由呢 还是赶快薪水高 薪水高 对 也是赶快薪水高 刚开始是多少 刚开始一个月三万八 三万八 结果呢 做半年以后呢 做半年四万五 四万五 那时候算不错了 赵拉大说的坦白 一入社会能有这么高的待遇 不是一般工作能及的 但家人反对的声音 也从来没有停过 以前可能要克服那个恐惧感 刚开始的时候 觉得它很危险 然后家里面的反对 可是后来你为什么可以坚持 做那么久的时间 你已经做十多年了 你知道吗 每天都在这个半空当中 这样子掉来掉去的话 我有生活了 有办法 还是有一个生活 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好幸福 你知道吗 带点些许 无奈与现实的谈话 让我突然勇敢了起来 虽然赵老大只有32岁 可是这行需要的是体力 一般来说呢 40岁左右就要退休了 如果不把握现在多拼一点 为家庭累积财富 那40岁以后退休 正值壮年时期 该用什么来拼下半辈子呢 最后一拼下半辈子 要洗一次吧 办公大楼的话 基本是三个月 其实是三个月 办公大楼是三个月 对 哦 哦 办公大楼三个月洗一次 所以这栋大楼一年要洗三次 四次 这栋大楼一年要洗四次 面对着这一整片的窗户 赵老大似乎也没有多余的时间 替自己多想一些 因为还有一整面的外墙 尚未清洗 但我却可以看见 在玻璃的映照之下 这个城市变得美丽了起来 从事这行可以说是 天天都是工作天 基本上除了台风或是下雷雨之外 天天都要开工的 唯一的淡季呢 就是在年后的二三月左右 以这样的工作量来说 去年营业额一千六百万 人事再加上保险就占了六成 保养跟耗财占了两成 扣除掉这些开销之后 公司的利润就只剩下一成了 清洗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呢 我好奇地问赵师傅 如果遇到顽劣的污垢该怎么办 他要我放心 因为有特殊的方法可以去除 这是从日本进口过来的 所以这种成年污垢都可以清除掉 几乎是百分之八成以上 在高速的研磨之下 不一会功夫 窗户上面的成年污垢 已经渐渐地清洗干净 一般来说换掉一片玻璃呢 大约需要花三万块钱 玻璃美容呢 只要花费三千元 一般业主们相当愿意 以保养的方式先行处理 哇 真的有差呢 像镜子一样 还有一些钉角 还要再利用另外的机器 再处理一次 好 那不好意思 这整栋大楼都是这样子 你慢慢做 不是我爱偷懒 经过一整天的清洗工作之后呢 我这双手早就已经不听使唤了 看着他们那么辛苦的清洗 我真的是找不到通懒的借口 抹上 上下 然后往下 先不要按机器 然后中间一条纸 就是一个十字 那 十字 那你等一下跑的时候 从这上方左右跑完 再跑一次上下 可以转的喔 可以了 你这实在有点厉害耶 你看旁边呢 本来那两个玻璃呢 是这样很薄的 你看 结果被它一清以后呢 这一片玻璃呢 像镜子一样 完全都可以倒映出来了 大家这样仔细比较的话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八个小时的高空工作 手举了不下一万次 老板 太阳已经下山了耶 也该算算薪水了吧 喔 我洗了有点金的 你看金光亮亮亮亮 跟刚刚差针的非常多 我本来以为在上面工作的话 应该是很危险的 会怕 是 我一天走下来 我不怕 我感觉我面前还可以来走 这样喔 做你来 但是你身手要成本化 这样的吗 我这样说 这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 这工作其实没有想象中 那么的危险 但却是很耗费体力的工作 看着乌黑的玻璃墙面 经过我们的刷洗之后 我有种骄傲的感觉 也是对你的辛苦的专业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好啦 我今天收到了 这个1600块 这1600块呢 也是我赚到了 今天的一个工资 这个工资其实说实在的 得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呢 他除了要有胆子之外呢 另外呢 他还必须要对得起他的家人 对得起他的生命 因为有这一群人呢 让这一个台北市的城市呢 变得更闪亮 更发光 谢谢 谢谢 这1600块呢 我们也会捐给相关的 失业社福团体 谢谢老板 谢谢 谢谢 这一年的夏天 我在地底下 看见了一个 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风景 这一份工作呢 不见天日 也不为人所知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 下水道当中 我只能依赖着 头顶上一盏微弱的灯光 照亮我眼前的道路 却也照亮了墙壁上 整片的蟑螂大军 在恶臭扑鼻的下水道里头 我和一群清洁员 用双手挖掘烂泥 排去游垢 在近乎生与死的关头 替城市换回 大家所看不见的面容 这一年的夏天 我望着天空 看到了一个 年转百万的行业 外墙清洁员照师傅 入行十多年来 努力克服恐惧 站上最危险的高楼外墙 他用自己的双手 维系一家人的生活 也用一双手 擦亮眉散大楼的窗台 没有过多伟大的梦想 他说他只想让家人 过得更好 漫天尘土的台湾上空 因为有造师傅 与清洁勇士们 每天悬挂在高楼外墙上 用他们的双手 骄傲地 让台湾变得更光亮 或我在体验 我在体验人生 体验一个你不知道的行业 体验一个你不知道的工作